請待會官員上台的時候 如果李委員沒有請你回答 你就不要講話 好 來 好 我們請院長 我們請朱主席長 我們請財政部部長 請院長 朱主席長 財政部莊部長 李委員好 欸 院長好 謝謝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呢 我們有提到就是說 一個好的領導人 他是能夠記取這個教訓嘛 對不對 可是然後這個院長 你也承諾說 你是一個好的領導人 你絕對呢 不會去忽視這個灰犀牛的這個現象 好 今天早上你是這樣說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對於財政的部分 這院長 我前一陣子呢 其實我看到了 就是財政部的這個廣告 他上面講說 這個呢 我們這個在免稅所得 部分 免繳稅的部分呢 佔了我們申報戶的47% 所以這個是 基本上來講 從我們看到的時候 下一條我們就說 軍平啊 我不同意 軍平怎麼會成為我們的政策啊 然後院長我再跟您報告 因為有些委員會質詢你沒看到 我們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當羅委員呢 他在講說 哎呀 現在的排骨啊 越來越薄的時候 您旁邊的朱祖記長呢 他能夠講說 哎呀 這個讓身材保持苗條啦 當然是一個細語 就是嬉細的這個話 但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對於民間來講 因為你們高高在上 你們衣食無慮 但是對民間來講 他是完全不一樣 當委員在提出來的時候 他心中是因為代表民意提出來的 這個軍平呢 真的是你的政策嗎 院長 我第一個我不贊成是軍平啦 因為台灣如果你看 Per capita Income來看的話 我們比起東亞的國家 都要來的好很多啦 所以我覺得軍平還有貧窮台灣 這個我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接受 好 我來看 然後另外一位 院長 院長 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就要改進嘛 對不對 那我就要請教了 既然你認為說 有47%的人 他在這個免稅額的這個底下 這個你覺得是你的政績 我要請問 那如果這個邏輯是對的話 你真正要達成的KPI 院長我也請教你KPI 你要達成的KPI是說 讓我們九成以上的民眾 都不要繳稅 這個是你的KPI嗎 因為那個你更覺得 引以為豪啊 因為你認為這個百分比 越高 這個47%不用繳稅 這個不是軍平 那你是不是要達成90% 還是多少% 你認為更是你的政績呢 我可以回答 可以 對 我想 稅制的這個 來設計呢 最主要的就是讓 比較弱勢的人 他不用來繳稅 那 那當然也要看這個 POR CAPITAL INCOME 是多少 來做決定啦 所以這個 很好 院長 你講到重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 實際上面的數字 跟您講的情形不一樣 你剛前面在回答別的委員的時候 你回答說 哎呀 那我們這個人民的這個薪資呢 基本上來講比其他好 您看看這個投影片 統計出來 我們就用110年的 亞洲四小龍的 我們講我們是多少 四萬二啊 韓國五萬八啊 這是折成新牌幣 對不對 新加坡七萬二啊 香港呢 七萬七啊 你剛前面在回答別的委員的時候說 哎 我們很好 那既然我們很好的情況之下呢 院長 對不起 我還沒講完嘛 對不對 既然我們很好 那為什麼我們的薪資這麼低 你可能又要講說 那天我們在財委會質詢的時候 這個有別的委員 這個民進黨的委員就講說 哎呀 你怎麼不找 這個企業界喝咖啡 誠幾何時 稅都是你在用 喝咖啡 做事情是民間在做 這樣對嗎 院長 請回答 嗯 我想吼 剛才你秀出來的這樣的一個 啊 薪資所得的這個部分吼 我想需要考慮一個因素啦 就是 購買力的這個 平的的情形 需要有購買力的一個調整 那要不的話 並不是很公平 因為不同的國家 它的 所以你簡單來講 我如果瞭解你的意思沒錯 你的意思就是說 哦 因為這個物價指數的關係 我們台灣的物價還不夠高 對不對 我們台灣物價還不夠高 所以呢 四萬二十足夠用 而是說 我們這樣的一個所得 實際上在台灣 它能夠享受的這個生活的這個情況 購買的物品 相對於其他的國家 來說是好的 是便宜的 但不是哦 我就是要跟院長報告 我們看一下你的痛苦指數 我們的痛苦指數呢 我們的痛苦指數呢 是居高不下呀 我們看到沒有 從108年的時候 3.82 現在竄到7.14啊 竄到7.14 然後呢 這個部分呢 其實朱澤民主機長呢 他也提到的 你知道 他講說這個貧富的差距呢 這個持續的擴大 對不對 然後他也提到 這個是誰的責任呢 是政府的責任啊 他在上面也提到的 我基本上來講 朱主機長在提到這個 其實我對主機長其實是非常感冒的啊 為什麼很感冒呢 是因為 院長我給你報告啊 我們的第一季經濟成長率啊 它可以一年到目前為止 它已經三條了 第一季本來說負 3.02 接下來把它改成負2.87 然後再改一個負3.3 厲害 院長 這個事情發生在民間的話 還得了 民間不僅僅有這樣的行為 不僅僅有民事責任 行政責任 它還有刑事責任 好 我們回到今天的 我可以回答一下嗎 馬上 馬上 我再跟您報告 因為我怕你被下面的人誤導了 沒有 我們 沒關係 那個我們執政七年 我們看到貧富的差距 持續擴大 你剛前面提到的是說 我們雖然是四萬二啊 新加坡是七萬二啊 但是他能夠購買力 他是沒有問題 但是院長我就要再提到 這個東西會讓民間很痛心 為什麼民間很痛心呢 因為體感經濟啊 體感經濟呢 他基本上來講 他現在是寒冬啊 老百姓裡面 現在事實上是水深火熱 我讓你看一下 這貧富差距的數字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他不是嘴巴講啊 我們看到這個數據 你看從一百一十年 一百零九年 一百一十年 一百一十一年 他基本上面來講 這個薪資的部分呢 他是在衰退 他是越來越低啊 然後呢 前面前二十Percent的收入 跟後二十Percent的收入 比例佔了六點一五Percent 所以我就不去跟你談 我相信你懂這個經濟系數 對不對 我讓你看一下這個感覺 你就說 實際發生的這個情形呢 他是多嚴重的 院長請回答 我首先先就痛苦指數來看 對啦 我們台灣的痛苦指數是六點四Percent 但是美國是七點五Percent 歐元國家是十點七Percent 所以我覺得要看痛苦指數 不能夠單看一個國家的變化 應該要看全球的變化的趨勢 我打個岔就好了 那個院長 你剛才看薪水的時候 四萬二 這個五萬八 七萬二 七萬七的時候 你說 你不能夠這樣比較 然後你再看痛苦比數的時候 痛苦指數的時候 你又用同樣的方式 你剛才否決掉的方式來比較 痛苦指數並沒有考慮到 Purchasing Power 所以這個是一個綜合式的指標 另外你剛才也提到的 院長我可不可以再糾正你一次 不好意思 什麼是痛苦指數 痛苦指數不是就是把你的通膨 然後把你的失業率都含在裡面嗎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要跟我談 我願意跟你去談美國的情形 因為我對美國了解還蠻多的 可是我們今天因為質詢的時間有限 我是很誠懇的把這些問題提出來給院長 我希望院長能夠考慮 因為時間關係我下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我想回答 可以嗎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講 我講那個美戶 你說這貧戶差距大的部分 你先讓我講 你先讓我講一下 因為我有質詢的時間 好不好 我們這另外一個問題 要請院長特別注意的 就是我們的歲出的部分 暴增 暴增呢 民間的感覺是什麼 大怪獸來了 結果搞了半天 大怪獸是誰 我們的行政單位 原來是大怪獸啊 你看從院長你從一百零五年 到現在為止 你知道我們的歲出增加多少嗎 將近四點四兆啊 我們一年的 我們一年啊 原來啊 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呢 都不敢要破兩兆 你現在增加的規模 將近四點四兆啊 你如果算起來的話 是你的將近兩年的年度預算的錢 你能夠這樣子浮邊預算 然後我們看到齁 這個主地長呢 他還這個信誓旦旦的講說 哎呀我們現在要解決這個貧富的問題 從歲制的改制啦 從社會福利的方式來解決啦 但是錢 越編越多 為什麼民眾會活得越來越苦 來院長請回答 我想你現在看歲出的規模齁 我們要看歲入的規模 如果你看這幾年來 歲出歲入的盈餘齁 在最近五年都超過一千億 那去年還超過五千億 所以我們歲出是因為我們有歲入 這樣的一個支撐的齁 而且我們的經濟的成長 在前幾年都是相當的不錯 那政府當然有收入的時候 就要做一些對於未來 投資未來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需要有歲出的這個編列嘛 那而且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我們也需要對疫情做紓困 還有振興的工作 所以我們才會編列所謂的 經濟成果跟全民共享的情況 所以歲出會這麼多 我們真的要謝謝我們 國內大家一起的努力 讓我們的歲入也那麼多 我們你看看這幾年來 我們歲入歲出是有盈餘的 所以不能看說歲出增加就是不好 歲出增加為什麼不好 如果我們用來做國家的建設 使得這個台灣越來越強力 我們應該是認為是好的 院長就是因為沒有所以我擔心 你知道院長我跟您報告一下 你剛剛講到重點 如果你今天花錢是花在我們的基礎建設上面 包括我們科技的產業的發展 包括我們的這些的基本的這個交通也好 基礎的建設 沒有啊院長 那個比例呢是在 那個比例是在下降的 然後我再跟院長報告幾件事情 第一個 我可以回答 沒有沒有馬上 好 我剛才前面提到的 您剛剛我是針對您的回答在說的 您剛剛前面提到說 因為我們的稅入越來越多 這院長難怪我才知道為什麼民眾越來越苦 因為你剛剛提到超真 老百姓苦哈哈的物價指數上漲 然後房價上漲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要擠出來所得給你繳稅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跟院長報告 就是說 你知道那個原來啊 你在算這個稅入的時候 你原來有個指標對不對 你的指標呢 你在算稅入裡面 當然你的營所稅 你的證交稅 這些零零種種東西是你的指標 對不對 那你原來在算這些指標的時候 在去年啊 在去年的時候 你在算 不管我們的營業稅也好 或者是證交稅也好 你的百分比的基礎呢 是 比如說有時候是用一年 有時候是用四年的平均 你知道 你113年的 你的這些的 你這些預算 你是怎麼個算法 你知道嗎 你突然的把 營所稅跟證交稅的比例呢 你把它提高到 20幾% 30幾% 相較於你原來的是 4%多 4% 那我就說 我就曾經問過 我說 你這個怎麼會從4%多 突然跳到倍數呢 回答是這樣子的 你的報告也是這樣子的 是怎麼寫呢 它上面寫呢 你原來是用四年平均 一年平均 你現在用幾個月的平均 4月份到7月份的平均 你的天才主記長講說 欸 這個我覺得這個數字 它上面才是 那你是不是 射箭 先射箭後畫把嗎 所以我另外再告訴你的一件事情呢 是我必須要讓你知道事實的真相 你看到 你看到 很重要的事實真相 你真的必須要知道 我們的特別預算呢 我們今天姑且不講說 它是個常態化 我們今天的特別預算呢 變成了五軌搬運的巧門 院長 有這回事 我們把你的 我們只是舉個例出來 我們舉什麼例呢 我們舉你這個國防部的 這個原來呢 叫做新型野戰防空武器系統 這個東西呢 原來你是擺在年度預算 你在年度預算裡面呢 原來你是從108年 開始要到什麼時候 115年 投影片上都有 這是你們的文件 你們的預算 好了 我們在看特別預算的時候 什麼狀況 你現在同樣的東西呢 你把它擺到特別預算裡面 88億 擺特別預算 你知道院長 你知道怎麼回事嗎 因為主記長 砍了國防的預算 主記長 砍了國防的年度預算 國防的預算是沒人敢砍的 因為牽涉到國家的防衛啊 主記長砍了 砍完之後呢 國防部怎麼辦呢 國防部把它要編到 特別預算裡面 因為國家的國防呢 是很嚴重 尤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國防預算都租年增加 你看到的這些 都是實際上面你的文件 所以你看到院長 這個問題有多嚴重 你剛才要提到的部分 我會讓你講 但是我還是要再跟你報告一件事情 很務實的 年輕人的這個低薪的問題 其實也不只年輕人 我們看到房價呢 節節的攀升 它總是事實吧 剛剛張綺路委員在這邊講的時候講 你在台積電要簽到哪裡去的時候 你腦筋有沒有想過產業 還是你腦筋想的是附近的房價的炒房